2021年 我亲眼去看了传说中 像千语千寻的取景帝一样的银山温泉 也登上过纯白无暇的雪峰 来了几场属于自己的摇曳露营 还在京都感受到了禅意 如果让你总结自己2021的经历 你会用哪个词 我觉得我会用探索不止 大家好我是Links 作为一个喜欢登山旅行露营的摄影up 在2021年末我想总结一下 这一年的旅行中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地方 推荐给大家 建议先点击下收藏 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 应该不太会出现在一般的攻略中 同时我还会讲一些 拍摄幕后故事和今年的一些感想 那么2021年的第一天 我从零下21度的雪地中醒来 当时做了一个看新年第一个日出的企划 刚好年底也在摆到旅行 就想着要试一试雪地露营是怎样的感觉 因为露营一般来说考虑到舒适性 都会选择相对暖和的季节 露营场最火爆的时期也基本是温暖的季节 有相当一部分的露营场在入冬之后就休业了 我的2021slogan是探索不止嘛 所以就想试试一般不会有人想尝试的雪地露营 于是就选中了 埃鲁姆高原家族旅行露营场 这里距离渣黄大概100公里 开车一个半小时 其实本来我是想直接杀到 白海道最冷的地方 但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露营场 就选择了这里 我刚查了一下 去年的12月到4月份 白海道最低气温季度是零下32.6度 在皇家内厅 但是小皇爷说这个温度在他们东北 只能算是冬天的日常温度 那么这个最冷露营挑战 就留给新的一年了 我选择这个露营场建在一条河边 周边原来应该都是森林 这里没有固定的营地 可以随意选择喜欢的地方 有人为了良好的展望和便利 把帐篷搭在厨房旁边 车也可以填在旁边 又像我一样选择在森林里扎营 这里还有好多栋租赁别墅 如果不想露营 只是想欣赏风景的话 这就特别合适 当时小皇爷就住在别墅里 我住在山下的森林里 因为积雪量比较多 所以每棵树上都挂满了雪 作为一个南方人 我对这种景色完全没有抵抗力 在零下21度的雪地中露营 点上一堆篝火 感受最极端的温暖和寒冷 我真的超级推荐冬季的雪地露营 其实不仅仅是白海道的 任何大量降雪的地方 都可以体验到这种感觉 当然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要不然零下21度 真的会把人给冻死 我用的是舒适温度 零下14度的水袋 加上几乎最保暖的冲气垫 和冬季帐篷 才能舒服的睡一个觉 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第二天准备收帐篷的时候 才发现麦克风忘开了 所以全部都没有收到声音 声音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包括踩雪的声音 篝火燃烧的声音 还有雪从树上落下 沙沙作响的声音 和我讲话的声音 全部都没有录到 我崩溃了一会儿 又宠意起来刨了一边雪 不录的一些声音 确实旅行 拍摄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在通过配音补救了一下 这个视频最后还是呈现了出来 既然提到了北海道 那就再说说北海道旅行 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直床半岛 这里是北海道的最东北端 大体上只有两个小镇 西边的雨灯旅 和东边的劳斯 中间靠着一段风景 绝美的横断公路连接 就不说别的 仅仅是这段公路的风景 就足够成为你来到这里的理由 半岛的中部是连绵的痔床山脉 虽然海拔不高 但是临近沃霍兹克海 能够直接挡住从海面吹来的狂风 造成了这里的特殊气候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看旁边的天气预报明明很好 但唯独痔床半岛在下雨 就很奇怪 于是我飞了无人机 想确认一下情况 越飞越高 慢慢的 太阳透过云雾照射了过来 镜头上的水汽也被照亮成漂亮的光斑 然后突然就冲出了云层 看到了绚丽的夕阳 和我从未见过的 壮丽如瀑布一样的云海 想问大家有多少人 见过这样的云海 从无人机的视角看 痔床半岛像不像海面上的悬崖 没错 痔床这个词其实不是日语 而是白海道原住民 爱一种族的人的语言 Siretoko 意思就是悬崖 如果只是在东西两边的小镇里 可能不会这么觉得 但是只要你来到公路的最北端 也就是从劳斯镇 再往北开24公里 抵达一个叫做向博桥的地方 联系当地的渔民 常上他们的船出海 再向北 就能够看到奇特的海边悬崖景观 这是我目前最高播放量 HDR那个视频里 封面的出处了 海浪疯狂的拍打船身 虽然身体处在地狱 但是这里景色真的太美了 这光这水简直就像是游戏里 设定出来的最完美的景色一样 可惜是Vlog没有剪出来 当时我乘上这艘船 完全没有想到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因为我的目的是观察野生棕雄 知识床半岛的北边 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最原始的地方 这里是野生动物们的天堂 2021截止到12月12号 一共有1204件熊目击报告 因为2020年的疫情 人的活动减少 今天熊就更愿意出来露脸了 观测熊 海豚 金鱼 可以说是枝床的核心旅行体验 我头一回其实是找的大旅行公司 做的大船出来看的 就不能够离野生度太近 所以我拍到金鱼甩尾的这段素材 是400毫米才拍到的 因为不满足这种体验 才第二回联系了渔民 低调出海 经过几十分钟之后 来到一个小海湾 在这里终于看到了野生棕熊 我人生的头一次 但即使是这样的距离 我从7200加两倍的增聚镜 400毫米也拍不到满意的照片 再加上船更小 其实晃得也更加厉害 在我的不切努力之下 终于拍到了这张 熊刚抓到一只鲑鱼 大块多一 放大看还能够看到 鲑鱼肉的横断面 看着就香啊 结束了活跃这些年 还真是头一回亲眼看到熊 回程的路上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 风大浪大 我们的小船 每隔一会儿 就会被海狼带起来 再重重地拍下 用小盘的话来说 就是第一次感受到了 什么叫内伤 五三六幅都给你震碎 相机什么的 也只是放在甲板上 本来是很稳的 但是遇到了一个超级大浪 也重重地摔了一下 好在没有坏啊 但我们也真正地看着船长的 一块板子掉到海里回不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有趣的 枝床就是这么一个原始 且又神秘的地方 能让你感受到大自然最根本的魅力 下回要是再来 我觉得得借一根丢摆钉吧 枝床半岛的最北部 有一个灯塔 与世隔绝 会往来船只们导航 但是如果你想坐船登陆 那是不可以的 在前些年 这种行为就被制止了 因为觉得会破坏原始生态 所以人想要到达这里 只能从公路的最末端 向国桥那里进山 徒步过来才行 我测算了一下 直线距离是17公里左右 实际上呢 要更长得多 而且里面完全原始 和以往那些被整备的登山道不同 更加的容易迷路 完全没有补给 还随时会有熊的威胁 总是上大概要3到4点左右 可以说是一个 史诗级别的徒步路线 我们明年打算计划一下 大家敬请期待 不知不觉 光是拜到了2点 就讲了很多 来这两个地方旅行 可能比较难实现 我来讲一些大家以后来 也能轻松去到的地方吧 首推中复两野的北新山 虽然叫山其实没有多高 离车站不远 冬天山前的小铺 还会变成小型滑雪场 这里秋天是这样的 冬天是这样的 针对着深月连山 下面就是中复两野小镇 和整整齐齐的田野 不仅风景绝美 还有极大概率 碰到当地光协会的会长 他人十分的健谈 几乎每个早晨 都要来这里守护日处 再去上班 要是大家以后来碰到他 记得帮我打个招呼 其实整个复两野 美银都是这种整齐化一的天 不论是从天空中看 还是在地面上看 都特别的漂亮 干净 有点童话世间的感觉了 我觉得旅行最好的状态 就是不需要太多固定的景点 只是在移动的途中 不论是开车还是徒步 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享受 并且放松 那样就是最好的旅行状态了 不过这里毕竟是拍到 还是会突然给你一个惊喜 如果从美马牛站 徒步出发 大概三四十分钟 就会遇到他了 孤独的树立在田野间 等待着你的到来 从夏天到冬天 这棵树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老朋友一样 每次来拜祭道 我都会来看他 我永远都忘不了 六年前自己冒着暴风雪 徒步过来看到他时的 激动心情 那时候还没有驾照 那时候还只是我一个人 后来的一年秋天 我带着高中四档一起来 再后来呢 每年都会带着小螃蟹一起来 就像是见了一位老朋友一样 那一年非常罕见的 在冬天看到了浪漫的 粉红色日落 这棵树见证了我的成长 从一个18岁的少年到现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旅途中 找到圣诞树一样寄托呢 站在圣诞树那里 如果看着远山 朝着山下出发 就会看到苹果壁直立的世界 这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 青池 可以说这就是我最初去拜祭道的目的吧 当时也才刚刚来日本两个月 日语也讲得不算流畅 借助着网络 借助着咖啡厅老爷爷的情报 我才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现在想想 我当时还算是挺有勇气的 因为一个目标 踏上一片未知的土地 并且从中邂逅成长 我觉得自己能从六年前 到现在一直保持初心 还是蛮幸福的 白海道值得去的地方真的太多了 在这一个视频里肯定是说不完的 如果你对白海道情有独钟的话 欢迎去看我的特别节目 白海道旅行Vlog 因时长和分级而闻名 到目前我已经拍过了三个系列 第一个是睡在车里的穷游 第二个是和小朋友一起 第三次是单人旅行 保证每一集都精彩 所以白海道旅行Vlog的推荐就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本周岛的内容了 银山温泉 我听说这里是千语千询的距离地 在网上看过的图就立马为种草了 但是直到我拍出这个视频 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因为来这里成本真的太高了 住宿平均一晚一个人两万日元 这边都是按人头算权 而不是房间 而且从东京过来要做新干线 两个人要将近五万日元 咱够了钱还不行 冬天还一般得提前一两个月来预订 因为实在太火爆 其实之前来过一次 但那次其实没有什么体验 只是走马观花 看完就走了 觉得只是一条很小的温泉街 但直到我住过一次之后 才全面地感受到了这里的魅力 所见即所得 跟照片一样好看 所以推荐大家来的话 一定要住一晚上 体验完全不一样 房间按人头算钱 是因为可以直接在豪华的 合适房间的用餐 工作人员会把所有的餐食 精心地摆在餐桌上 不得不说 这个一个碟子 就一两口的怀石料理 虽然吃起来不那么过瘾 但拍照还是蛮好看的 味道怎么说呢 我感觉吃起来很养生 就在我和小盘吃晚饭的时候 学老师打了电话过来 原来是我的毕业展获奖了 可以在影作中心的 索尼Evaging Gallery展出 真的开心坏了 在这么浪漫的地方和小盘旅行 还接到获奖的电话 我们住的这家 就是最像动漫里油屋那家 冷灯屋 它从外观到内部 都是非常传统的建筑风格 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话 真的会很享受 从窗外望出去 也是决赞的角度 非常漂亮的传统屋檐 再搭配着下着雪的温泉街 仿佛真的来到了动漫里的世界 坐在桥上 撑起一把红伞 感觉像是回到了100年前 其实仅仅是以向这些体验 都已经很棒了 更棒的是 这里可以随便喝到日本最有名的清酒 银山温泉位于山形县 而日本清酒里 大名鼎鼎鼎的14代 就产自银山温泉所属的县山形 因为是本地饮食店 所以更容易从酒厂那边拿到供应 我当时随便找了一家桥外面的店 里面却有不中14代可以自由选择 不仅有比较稀有的品类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这感觉就像是你随便进了一个店 茅台十几块钱一杯随便喝 要知道14代在东京这边 可是要跟酒店老板关系特别铁 或者配两三千人民币的货 才能卖给你的 喜欢清酒的人来到这里 可就没办法轻易的走开 九足饭堡 还可以来温泉街里的免费足汤泡饺 这里是纯天然温泉 河里留的也是温泉 街道上除冰的也是 直接把温泉抽过来冲刷露面 最重要的是和最重要的人在一起都美好 银山温泉的交通 相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 还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直接坐新干线到大石田站 就有温泉旅馆的接送巴士了 说到方便的交通 我再来推荐一个普通人绝对不知道的地方 铃山黑布 老观众们肯定很熟悉了 这里每年我都会去好几次 铃山属于日本北阿尔卑斯的一部分 除了富士山之外 日本最高的山 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北阿尔卑斯这块区域了 提到山 大家不要慌 这个交通非常便利 从东京就有不少直达山下 善泽站的巴士 然后再乘坐 铃山黑布的隧道巴士 蓝车等等 一个半小时 就能够抵达标高2400多米的市场平 我觉得最开始发现这里的那个人 真的太厉害了 群山环绕之中 居然还有这么大一块风景绝佳的平台 因为交通便利 这里也并不是一般 北阿尔卑斯山的印象和车站一体的就是四星级别的立山大酒店 我往里走个十几分钟就能够抵达市唐山庄 米库林温泉以及雷鸟庄多个温泉山小屋 所以住宿条件是特别的好 虽然这几个叫做山小屋 但是比起真正爬山的那种住宿体验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棒了 这里的夏天是这样的 秋天是这样的 冬天是这样的 每个季节都有它独到的魅力 起码得来四次才能说懂这个地方吧 如果你不爬山 完全可以住进豪华四星酒店 白天在市场平散步 观测雷鸟 这是只有极少数高山地区才能观测到的珍稀鸟类 临近日落的时候 可以面向西边的大之夜 观赏只属于高山的日落 如果你恰好住在雷鸟庄 那么恭喜你可以一边泡温泉 一边欣赏到这样的绝景 小盘说他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到了晚上 还可以直接用肉眼看到跨过夜空的灿烂银河 因为这里远离城市 所以光污染也特别少 没有钱住酒店的话也没有关系 可以像我一样露营 夏天还要收1000日元 冬天就完全免费了 因为没有人管理了 随便放开了露营 只要自觉把所有垃圾带走就行 完全免费 还有这么好的风景 还不值得来吗 当然得带好露营装备 不然会不会冻死 不能小瞧到日本的阿尔卑斯山 我露营的这块区域叫做雷鸟泽 想要挑战被誉为日本最南的山 剑月的登山者们 其实会把这里当做是大本营 登上后面的剑月前山 就能够一睹剑月的威严 从相对最简单的一般登山道 就是这样的路 到直接垂直攀爬的混合路线 渐月被称之为 盐和雪的殿堂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 是没有办法登顶的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 你也能登上他们 就能够感受到 只属于登山者们的狂欢 所以丽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 从旅行者到登山者 都可以在这里创造出 独一无二的回忆 这也是极少数能够直接用公共交通 接近日本百二卑斯山的地方 2021年 我一共登领了23座山 其中有11座就位于北亚 其实我原本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回国攀登咱们中国的雪山 四姑娘一二三峰啊 拉马峰啊等等 但是因为疫情只能延后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 今天登了这些山 就当时回着回国登山的那一天 做准备吧 其实想说内容还有很多 但是因为篇幅限制 就只能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帮我一键三连 喜欢的人多的话 我就继续再给大家讲讲 一些我觉得比较宝藏的旅行地 我认为只有生活在当地的人 才知道的一些 别人不太知道的好地方 让我们把话题 转移到最开始的那句 探索不止 我觉得人生来就是充满了各种限制 不能够去太高的地方 难以适应激压或缺氧 也不能去太深的海底 无法在水中呼吸 也无法承受海水的压力 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 却支撑着我们超越极限 潜入更深的海底 登上最高的山峰 甚至冲出地球 很多事情在以前都看似不可能 但现在却在被慢慢地实现 对于我来说 2021年我登上了西岁高月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仅仅是看视频都能够让我手心出汗 心跳加速 但是今年我还是站在了山顶 一切只有可能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 鼓起勇气 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 明年再回首 希望我们都能够达成 那个自己曾以为的不可能 生命不息 探索不止 我是Links 我们明年再见